9月24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著名的美籍华裔画家,曹勇的巨幅油画 习主席重返梁家河在洛杉矶问世 今天,多家媒体在画家曹勇的工作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说心理好,其实我画画的目的 如果说我过去也好,盈利也好,干什么也好 最重要的是传递我感受到生命最鲜活的能量的花朵 我感受到他那种芬芳 我要给他透过我的画笔肯定是 因为我的存在,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存在的一个死命 我真正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死命 曹勇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完成这幅在线了习主席回到梁家河的宏大场面和欢乐场景 我就去了梁家河,去了梁家河呢 当时我就接触了他的那样,就是不同的 包括他第一天住的这个老太太的家里面 他是什么样的 后来又住在另外的一个家的第二个窑洞 因为前面那个窑洞的家的儿子 孙海,不是就是结婚 所以他搬到第二个家 第二个家一直他和他,就是可以说一家人 就是同时一个炕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在这呆了那么多年 画面中,村民们发自心底的笑容 让习主席与村民们血浓于水的相情 亲情,跃出画面,直击人心 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在历史的瞬间中定格 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我见了很多 就是曾经给他在一个炕头 那时候听他讲,就是唠嗑 因为他们那时候,这个比较闭塞 大家都是在渴望的在城市里面的任何消息 所以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喜欢你,当然 我看到我去了,因为我验证了这一切 我说句实话,我从心里面 我觉得有一种信赖 我想画他 因为在这些老百姓描述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更多的是一种 就是,他是发自内心的 他装不了,你懂我说 他没有伪装学习的机会 不像在城里人际关系那么复杂 你懂我说,他很淳朴 他就是他说的,就是他说的金片 他就是金片,他就是靠谱 曹永说,当他站在习主席 当年住过窑洞的对面山梁上时 眼前的群山万赫 让他肃然起敬 其实他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对领导人的 一直发自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期许 那就是真实 就是这个老百姓 他觉得你像和谱 和谱不桱 他当时说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 我将来从政的话 他说我一定都为老百姓 多做好事 和梁家河的乡亲们交流中 他感受到群众 与习主席的浓浓亲情 你怎么说 你听到完全 现在就是最 怎么说呢 大家说的最土根性的 他就是靠谱 都说的他是踏实 他说脑想的 他说脑想的大 想的大家 其实他给他是什么 非亲非故 是他们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这个时空里面相遇了 而习近平 你能看得见 就是他在这当中 就是他的各种一种历练 他的一种成长 我能感觉感觉得到 就是我画他 不是画一张肖像 曹勇的油画中 习主席面容和蔼可亲 簇拥在习主席身边 梁家河的乡亲们 各个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 远处的群山旷野 高原沟壑 山寨村落 表现出气势雄浑 灵运生动的陕北民俗风情 你知道这个画 他不是一个光是想到了 他是要做到 要实现到 他这个就是心脑手 合一的那种最自然而流畅的状态 这个是需要你反复的在画布上 去感受它 寻找它 你知道不是你在 我要完成一个什么内容的 你不是在那 你是在把你的全身心的感受到的 那个最美好的东西 他自然而然的就在你的画笔上流淌出来 这幅习主席重返梁家河 巨幅油画 长4.66米 宽2.36米 来朝永工作室不同的族裔的人 看到这幅画作都激动不已 咱们想了咱们那个 中国的有中国的特殊性 他没有过过这种特殊性的生活的时候 他怎么能有这样的反应呢 我也抱着这种疑惑 但是这个画就是在这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看了这些就是意大利的 就是要说他们犹太人要好什么 他看了他掉眼泪了 他哭你说这我的画哭啊 我本来想的是非他们看不懂这个画 没想到他们哭 他们这个不同的 他们是不同的信仰 这有犹太人 这有白人 这还有那个从菲律宾过来的 还有从不同的地方过来 还有家门里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人 他们看的这张画 说起实在的话 他们激动 他们哭了 他说我从这档中 我能感觉到人的相复的一种信赖的爱 这幅巨幅油画将于10月3日正式展出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